今天是2023年6月9日 昨晚6月8日 黃媒Channel C開了一個緊急直播 宣稱他們的頻道在虧錢 其實說到最後就是希望他們的支持者盡快課金給他們 他們還要強調如果不課金的話 下個月就會很大機會倒閉 當然啦 他們直播完之後 很多媒體都有真心的報導 但他們都要主要報導說他們可能捱不到一個月 原來沒什麼課金做他們的會員 又很少訂閱之類的 但這些報導的媒體似乎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Channel C在直播裡面其實暗示了背後有金主 還要一直以來都有給錢他們 而根據他們的計算方式 這兩年分分鐘就已經給了過千萬 到底他們說了些什麼 而令到版主可以看到他們背後是有金主的呢 而他們背後有金主的話 那跟他們一直宣稱偏才自由 沒有老闆沒有金主的採訪方式 那又是不是背道而馳呢 而這次他們沒有了金主之後 到底有多大件事呢 他們的目標又會是怎樣呢 而另外到底他們一個月要用多少錢呢 現在他們的收入到底是多少 條數又差多遠 他們希望他們的粉絲會怎樣做呢 版主搜集了資料之後 今天就跟大家講解一下 那在看這條影片之前呢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版主的頻道 未訂閱的就訂閱一個 訂閱了的話呢 就給個like和share版主的影片出去 支持一下版主的製作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版主將來推出的影片呢 不單只會沒有人看 甚至將來在youtube都會搜尋不到的了 那首先版主就講解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先啦 在昨晚九點半的時候呢 和媒channel c就舉人了一個直播 就宣稱呢 有重要事情宣佈 但是呢實際上在他們直播之前呢 就已經刻意找人漏口風 就是想講解他們的經營困難 直播剛剛開始都沒開始講內容的時候呢 就已經有人課金給他們了 那直播開始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就開始講解 就說由這個直播的時間開始計算呢 他們就要開始自負盈規 然後就大爆他們的後台數字 就宣稱呢 有付費訂閱的人呢 其實就只有650多人而已 一口是給了一年年費的 和每個月給月費的呢 接近割佔一半 那他們就說計算了出來呢 月費課金的收入呢 就大概5萬元左右 之後他們再補充 就是說 放些片上youtube 收youtube的廣告分成呢 就大概是10萬元左右 廣告收入呢 大概也都是10萬元左右 三個數字加起來呢 他們每個月的收入 就大概是25萬 但是去到現在 他們就自爆他們的每月支出呢 就大概要60萬 然後他們就再補充 這60萬是怎麼計算的呢 他們經營這個網台 要命聽一個server呢 就大概5萬元一個月 剩下的那55萬呢 就是用來出糧給25個員工 他們的居馬費 和他們的器材保養或者更新等等 但是他們就沒有再公開 細緻的計算方法 不過呢 這個也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他們借收入不足呢 就宣告要告急 就說希望看開他們的粉絲呢 可以付費訂閱他們的youtube channel 他們的目標呢 是希望每個月有16000人訂閱 而他們的訂閱月費呢 就是38元 按照這個數字的話呢 未扣除youtube的分成 大概他們這個會員的收入呢 就是60萬年8000 就會剛剛好夠cover他們所說的60萬每月支出 不過呢 版主都是做youtube的 那就可以告訴大家 你們付錢在youtube那裏做會員的話呢 youtube是要抽三成的分紅的 所以剛才所計算的60萬年8000呢 就要計算30%出來 換言之 只是大概剩下42萬5000元左右呢 是真的可以落channelc的袋子 當然啦 計算的時候呢 就要計算他們一開始提及有25萬的收入啦 那計算完這個收入的話呢 他們每個月大概就可以有67萬5000元左右 而另外channelc的這個高級直播出了街之後呢 他們channelc的網站的片裏面呢 都刻意用黃色抵黑色字 寫著channelc需要大家訂閱支持 那似乎呢 他們真的好等錢花樣 那他們直播完結之後 莫說我們正常的傳媒或者正常人 就連平時黃到爆的連登仔呢 都似乎不支持他們 那其中就有連登仔呢 引用回當時梁天琦所說的說話 就是說做得差的人呢 才會用到急的方式要求大家支持自己 也都是因為他們做得差所以才沒有人課金 另外也都有連登仔說呢 每次看他們的直播都會斷線 所以呢 沒有心機看也都不想著支持 更加有連登仔認為呢 其實他們已經想著倒閉不做 只不過呢就用高級的方式 拉多點訂閱 拉多點課金 打算賺完最後一筆的錢 然後才走人 那聽到這裏的時候呢 大家就可能有疑問 就會問了 如果一直以來都是蝕著錢做的 那為什麼會玩到今天才出帖說高級 呼籲那些課金呢 答案其實就很簡單 他們今次的直播裏面 其實就有意無意地 透露了自己是有金主的 我們一起聽聽他怎樣說 那我們今天收到一個 真是很遺憾的消息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整個台的營運 我們除了很努力去做 可能有課金 可能Youtube會有一些收益 或者我們有限度可以接到一些廣告 但其實我們很主力 都是靠有心人去支持我們 但是在這半年裏面的經濟環境 是困難 是非常困難 令到有心人都 其實我們支持了我們 現在正在兩年的時間 他的付出 我們都無以為報 但是有些困難就是很難 作為很大力 所以他們要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接下來需要想 怎樣去自負盈歸 這段說話是他們直播一開始 未講他們怎樣告急化 未講他們的收入 未講他們的支倉 未講他們怎樣自負盈歸之前 就已經自爆了一次 其實他們一直以來 背後是有金主給錢 他們支撐著整個台 不過當然啦 他們當然不會叫那個人做金主 他們剛才叫得很好聽 就叫做有心人 然後我們又再看一看 他之後又怎樣說 就是我們今天收到 一個遺憾的消息 就是一直沒有大力支持 我們的有心人 在這半年的經濟環境 真的不好 經濟上都有一定的壓力 我們需要自負盈歸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都要告急 我們每個月大概開支是60萬 那個分佈大概是YouTube 是10萬左右 廣告是10萬 訂閱其實我們一直都不多 我們的訂閱 只有600多人而已 月費就300多 年費300多 其實在加上每個月 平均是50萬左右 我們能夠自負盈歸的數字 大概是25萬左右 其餘的30萬都是靠有心人 一直支持我們 所以按照他這條片所說的話 其實這個幕後金主 支持了他兩年 而每個月 都起碼要資助他們 35萬或者以上 如果我們猜大一點 如果我們猜大一點 這個金主 其實每個月實際要給40萬的話 兩年的話 其實就是表示他已經資助了 Channel C 已經1000萬 當有一個人 或者一個團體 可以兩年裏面 給1000萬一個網媒的話 坦白說 版主都不會覺得這些 是叫有心人的了 當然是叫金主的了 但是說回來 這個人到底是金主 還是有心人呢 其實都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按他們所說 這個人就已經沒有再資助他們 所以就要搞到他們自負盈規 而如果不可以自負盈規的話 他們最快下個月 就要宣佈接了 那麼在這件事上 版主的看法是什麼呢 坦白說 雖然 黃人就不是一定特別有錢的 但是如果你說他們現在搞眾籌 要一些黃絲捐錢給他們 坦白說 版主就相信 100多萬黃絲還會拿到 可能最終的結局 就像陳朗星在直播裡面所說 他們可能可以頂多三個月 又或者最終可能會頂多今年 不過版主有另一個看法 就算他們的營運資金 可以撐得過今年 甚至可以撐得過明年 但是是不是代表Channel C可以一直做下去呢 其實版主覺得未必 因為特區政府最近已經放風 就是說 會在最快今年或者明年 就完成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 到底完成了立法之後 這些天天在散播仇恨 散播謠言的傳媒 其實還可不可以留下呢 在這一方面 版主就覺得值得相確的 又或者其實他們一早就已經看到 有這一天的出現 所以他們可能就會覺得 不如在接賣之前 就狠狠地拘捕多一筆先 用什麼理由拘捕呢 就是告急派 最簡單最直接 亦都相信會是最多人相信的 不過呢 版主就不會相信的了 又或者這麼說 版主有多餘錢的話 不如買一隻遊戲回家打遊戲好過啦 必須一定要付錢 課金看你 反正新聞報道也好 電視也好 網媒也好 其實現在選擇就多的事 就不一定說要捐錢給你 我才有東西看的 不知道大家對Channels 今次的告急有什麼意見呢 又或者你們對他們背後有金主 有什麼看法呢 再不是 你們又跟不同的版主所說 他們其實就只是想 找多一筆 準備走路呢 不妨留言說下大家的看法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最後如果大家覺得我是說得好的 不妨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